同學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所屬單位查詢 高明明這個人 當然答案你先不要看 答案他只是說為了讓我知道比較方便 所以呢他只是示意給你 我需要這個的結果是從前面 高明明把居單位放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假如說你 不會用更好的方法的話 那你可能就怎麼樣 陳曉明 陳曉明在哪裡 陳曉明A單位有沒有 你就必須Ctrl C有沒有 然後呢Ctrl V 好然後意思類推 劉一二 應該可以懂這個這一題 這個邏輯還蠻簡單的 只是說這一題哦 你如果要用V乳函數來做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 人緣 然後範圍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那你當然 這一題我看還是 好像用VBA來寫會比較簡單 那VBA一樣你可以用for each 那H的話就是這個範圍 跟他講說for each in 或者是說你可以什麼 for I等於第二列到第八列 對 for J等於第一欄 一到 應該這個句子 七嘛 一到七 然後他會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的去 check 如果找到之後的話 那我就知道呢 他是在哪一欄 那哪一欄的話就追 那就把追 第一列的追欄 這個東西幫我帶過來 他會把全部都ok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我覺得好像寫VBA比較簡單 那如果你用Excel函數 看起來好像Index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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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有問題 對不對 ok 所以這一題 故意 其實就是 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直接寫VBA算了 可是問題呢 VBA要怎麼寫 請各位想想看 反正一 不外乎一定是插入什麼 我們這一個 所主張 按右鍵插入什麼 模組 再來就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也叫所主單位 按確定 然後你就想想看怎麼寫吧 把剛剛的這個 概念加進來 看看有沒有辦法 我是建議以後 如果你真的 可以把工作裡面呢 也能夠 像我們一樣的這種方式 很快的把一個問題解決掉 那你不是省了很多時間嗎 不然的話你要 可能就只能土法煉綱了 因為他以前這個同學 就以前真的是土法煉綱 然後他實在沒辦法 就問我 然後我說沒關係 不然你把你的題目整理一下 然後我問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拿 你這個題目借給我 當成是我上課用的範例 他說可以老師歡迎 然後他就把上面的名字都改了 所主單位也不要用他們的單位 反正你以後如果你要問問題也沒關係 因為下個禮拜推合一首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整理出類似像這樣的一個題目 但是請注意不要太複雜 你不要把你的工作直接全部寄給我 像之前就有同學直接把工作寄給我 傻眼了 我不知道你的問題 因為他有講到是他的 他很清楚 因為他工作 每天都在看他很清楚 可是我不清楚 我又不是每天在看你的工作的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如果要問問題的話 你就把就是題目簡單 你就把你的問題 那個把它摘錄出來 然後改個東西好了 你也不要全部 你就是幾個就好 類似像這樣很清楚 那我就知道說怎麼幫你了 然後我就上課 我順便講一下他就會了 他就對他工作有幫助了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 也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我盡量還是用很直覺的 因為你有辦法直覺 想到什麼工作上就可以打出誠實 那才有意義吧 不然的話你死背那些沒有意義 所以答案都怎麼來了 其實我都是很直覺的 想到怎麼打就怎麼打 OK 所以試試看 所屬單位的這一題 會用VBA來解決的話 恐怕好像也沒有更好的方法 有更好的 如果有的話你再告訴我一下 那怎麼辦呢 我大概Demo一下 第一個 你當然就寫VBA吧 VBA寫完之後就這樣 OK了 清除 另外的話Function Function也可以啊 也就是你這邊插入函數 這邊也可以使用者定義 所屬單位函數 給他一個人員 他會return一個結果回來 點兩下就OK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 這個的話就是要把VBA給帶過來 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我這邊大概講一下寫的方法 第一個的話我的寫法第一個 就是我要找的範圍 我要找什麼 我要找他 所以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 跟哪個比呢 跟各單位的這個工作表 所以他跨工作表 跨到哪一個跨第一個 或者是各單位人員 這個名稱 A2一直到哪裡呢 到G8的這個範圍 那我們就怎麼樣呢 首先寫的方法 我大概說一下 第一個 大概這一串吧 我大概把這些 這些重來一下 OK好 然後寫的方法我大概 這個最後做完的結果 雲端上也有了 我這邊有加注解 一是要尋找哪一個人 OK 那尋找的人就是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要去找那個範圍 那個範圍就是這個範圍嘛 所以你是for each 比較簡單 因為我要這個範圍嘛 它是一個範圍 你就不用說呢 再跟他講哪一列哪一籃 就這個範圍就對了 那我們就寫成這樣 就是for each sell e 哪一個呢 arrange 有沒有刮鬍 然後跟他講說 欸 我要從A的第二列 到G欄的第八列 ok 這個範圍 但是特別注意喔 因為將來執行會是所屬單位 它跨了工作表 所以請你在這個前面加一個序詞 序詞是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電 他第一工作表 底下的那個範圍 那你當然你可以打 shoots 1 第一個 或者是你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 帶到哪裡呢 帶到這一個 雙引號 不過如果你是名稱的話 就要叫這樣 各單位人員 電 那個 那個 儲存 那個工作表裡面的 另外好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說你的 資料是在另外一個檔案的話 那就是在 序詞前面有一個叫 workbook 瓜糊 那個檔案的名稱 也可以指到那個 就是你是 比如你好幾個 e-sale檔 你也可以跨e-sale檔 e-sale檔 e-sale檔就工作不 就是workbook ok 所以其實 那個原理也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會前面 後面衍生出來 應該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一樣 打個next 所以enter enter兩下 打個next ok 所以今天 記得 都學了一個這個for each 還蠻好用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在這個回圈裡面 做什麼事呢 做邏輯判斷 判斷 什麼呢 他就是先抓第一個 然後這個是一個一個比 所以我這邊裡面可以比 if sales 我先把什麼呢 把那個 所屬單位這個裡面的 第一個人的資料抓過來 所以sales 第一個人 那就是 Illiot A欄 裡面的資料 我就第一個抓到高明明 如果他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一個 因為我是每一個 一個 一個的怎麼樣呢 把他抓到sale裡面 所以如果等於sale then 然後 做什麼 andif 那 意思說 我先抓高明明 到這邊一個一個的去比 比完之後呢 找到了 高明明 那我需要 把他 把他 同一 應該什麼 應該是同一欄 的 什麼呢 同一欄的第一列的資料帶過來 同一欄的 有沒有 應該是同一欄 居欄的第一列的資料 帶到哪裡呢 帶到我們的 這個所屬單位的旁邊的B欄 所以呢 我是要寫到這邊嘛 寫到這邊要放前面 抓資料要放後面 OK 所以呢 那個敘述 特別注意喔 很關鍵的地方來了 那我應該是把 要寫到這邊 所以我拿這個來改比較快 就是sale a 等於 把他拿來改成b 意思就是跟他同一列的b欄的東西 那我要抓什麼呢 抓到的就是 那個找到的 那個找到的 那個找到的在哪裡呢 那個找到的資料 基本上呢 他是放在sale 可是問題來了 我不是要把找到的高 那個什麼 高明明又帶回來 我是要他的上一 那個同一列 特別注意喔 所以特別 你要敘述的方法 這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這邊加一個sale 一樣sales 那哪一列呢 一定是第一列 哪一欄呢 一定是 跟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 一樣的那一欄 特別只有半鍵的地方喔 那個儲存 如果你只要抓到那個 的欄的話 他這個sale 裡面可以帶了什麼 點column column 意思是說 他同一欄的位置 那我把那一欄的位置 放在sale裡面 那就是第一列的 跟他同 找到那個的同一列的那一欄 OK 後果阿虎一下 好 而且是跨工作表 所以呢 再把工作表名稱 放到前面 這樣的話意思說 幫我把那個什麼 他那個前面的那個工作表裡面 找到的那一個的欄 配上他第一列的這個資料呢 幫我把它放到b欄裡面 OK 可以理解吧 就像寫法喔 OK 然後呢 記得找到之後 就不要往下走 因為 他還是會一直往下找 比如說他找到高明明之後 他還會找陳曉明 可是問題找到了 不用再找了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到這邊就is 離開那個for 就是不要再繼續跑了 他就找到之後 就不會繼續走 就會換下一個 下一個 OK 那理論上應該這樣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寫完了吧 看一下理論上應該這樣子 OK 好 陳詩應該就算寫完了 那我們怎麼知道 OK 我們按F8好了 我們沒有 這個程式相對比較複雜 所以第一個 我先找什麼 他 這個高明明嘛 所以先 然後再去 後面的那個工作表裡面那個範圍 幫我找找看 欸 這個是高明明 有沒有跟鄭曉明一樣呢 沒有 OK 跳過 再換下一個 陳大明有沒有沒有 所以他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直到呢 找到什麼呢 找到高明明為止 高明明找到了 因為基本上他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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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比 比到了 OK 好那表示說他已經找到了 找到之後呢 他會怎麼樣 進到下面這個 有沒有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然後呢 他就找到這個 這個的話呢 就是應該是G欄的第一列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丟到他的B欄 同一列的B欄 OK B2 丟過來看看 有沒有成功 欸 先錯一下 Sales C-O-L-U-M-N 打錯了 多一個S 他的欄 不是欄物件 打錯了 多一個S OK 他的那一欄 OK Column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執行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G單位就找到了 那因為已經找到了 所以不要再找了 他就怎麼樣 跳 換下一個 所以F8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又跳到I了 I等於3 所以又換誰 陳曉明 那陳曉明又到裡面找到 找到之後又帶過來了 所以一直在推 這樣的話呢 全部執行 OK 陳曉明是A單位 A單位 有 陳曉明找到了 然後再來是 留 12 留12 是不是 F 對沒錯 所以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 我寫的程式吧 所以 上面有註解 123 如果找到這邊 就是F4 就跳了 就不要繼續找 那這一題的話 主要呢 有幾個地方 可能比較 稍微困難 也是F1 剛剛用過 但是有跨工作表 這邊可以用E 也可以用他的工作表名稱 再來的話 清除的話比較簡單 我清除的話 你可以用 F4 回圈全部清 或者是用那個 Range 物件也可以吧 我剛剛用Range 那至於Function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試試看 Function部分的話 基本上 它就比較單純了 我這邊是怎樣 丟一個Function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的話 我改這個Function 按確定 那丟一個人員給他 所以選擇這個人員過來之後的話 那裡面只要跑一個回圈 For each I say 在這個裡面的話 幫我怎樣 比較一下 如果那個人員跟抓到那個Sale一樣的話 那一樣就把他這個結果返還給我 那我就結果就得到了 OK 所以Function相對好像更簡單 外面不用包一個回圈 那做完 如果有這樣一個函數 感覺應該很棒 對 點兩下 完成了 OK 所以其實 這裡Sale裡面有很多函數是不存在的 但是你需要把他變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範例 應該就還蠻明顯的 因為你可能 可能要用那個內建的函數 把他做出結果來 我是想了很久 我發現好像裡面內建函數幾乎都不合用 也許可以 但是我覺得太花時間了 打不如用OVVA來做 可能會更簡單一些些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的答案其實在 雲端白板裡面也有 在這裡 我剛剛寫的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屬單位查詢 那因為這一題比較麻煩一點是 他用內建函數 你即便用VVA函數 用Index 用Indirect Offset 好像都不適合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能只能用VVA了 OK 如果你完全沒學過VVA的人 每天光要查這些東西 那就頭很大了 OK 試一下 再不然的話 可能你就是要把那個 你前面的所屬單位規則 可能要改 改成 符合那個內建函數 他要的那個形態 比如說你可能就是VVA函數 他一定是查D欄 你可能就要把D欄 把它那邊轉換一下 才有辦法拿來用 不然的話 這個 沒有辦法的前提下 那就可能用VVA來完成 試一下這個部分